电脑跑不动AI工具 你可能根本不用折腾这些 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100%免费的视频生成网站 无需安装无需高费电脑 轻松生成AI影片 它真的有这么神吗 我们今天就来实测 看看它到底是不是黑科技 还是 又是个免费噱头 来顶点好订阅收藏赞 我们又要花车了 哎呀又上车了 白桥积分 经过以往的经验 打着免费旗号的AI工具网站 一定藏着猫腻 果然在左下角我就看到了这个 嗯我真是太聪明了 每天签到可以领取50个积分 发布的作品被接受后可获得20积分 每天不超过两个 对作品点赞或点踩 每次可赚取5积分 别的我都懂 但积分有需要去以为一天是几个一损 是不是特不正常 AI文字转影片实际 混接AI视频选单 选择文字转影片 它有两个版本 2.1plus 画质最高 但处理时间比较长 普通版 快速出片 但质量稍低 旧版 你看我点不点你就完了 要测就测最新的 我直接就来个plus的提示词这里写上 一个神秘的科幻世界 闪烁的霓虹灯 蒸汽朋克城市 点上下面这个增强提示 让AI自动帮我优化一下描述 然后调整宽高笔 还有这个默认开启的灵感模式 说是可以提高表现力 简台词其实就是说 出来的和提示词不一样 一切准备好之后 我们点击生成 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喜欢的环节 等待 结果和所有的免费AI工具一样 虽然不用排队 但会提示用的人多了 生成失败 经过两次的重试 终于还是生成出来了 我们提示此来看 这样的品质在预料之内 整体表现还是比较保守 不过这个火车看起来有点眼熟 我给它加上一张脸 看起来是不是就更加亲切了呢 不过我们把这个灵感模式关掉 看看会怎么样 未来科幻世界的感觉是有了 霓虹和蒸汽朋克的风格并不明显 不过整个画面更加真实了 然后我又设了其他几个提示词 也放出来给大家看看 影片品质 细节 流畅度如何 值不值得大家可以评论区告诉我 如果你有现成的图片 也可以直接做成影片 点击这里 上传好图片 在下面写上一个简单的提示词 并且关闭灵感模式 你懂的 然后先来十个积分的看看效果怎么样 提示词还是还原的挺好的 画面上也没有什么出错 但是由于提示词过于简单 以及深沉时长的问题 所以洗澡就感觉是猫咪用爪子摸了摸鸭子 我警告你啊 不要那么转 所以要不要开通灵感模式 大家自行拿捏 我们再测一下Turbo版 写上提示词 这个版本只需要五个积分 这次我们同样把开启和关闭灵感模式的两个结果 来对比一下看看 大哥 你这是在给我表演深功报的飞头术吗 还有你 这裸裸的身体和销魂的表情 这是在干嘛呢 我都快吓你了 怀着沉痛的心情 同样的提示词 我又在Plus版试了一次 你看看 所以这也恰恰证明了之前说的 要测就测最新的 恋爱蚊子转头像实测 纹身图功能有四个模型 同样也以最新的Plus版为例 这次就直接上一个比较复杂的提示词 下面调色版这里提供了四种不同的风格 选择一个竖屏的宽高笔 然后我把开启和关闭灵感模式的结果 都为大家展示一下 我也生成一些其他风格的图像 也给宝子们看看 这个AI工具虽完全免费 不用安装不用花钱 每天签到就能白嫖积分 文字图片影片 全能搞定 但它也不是完美的 真诚影片要扣积分 积分用完就得等第二天签到 AI可能会整点幺蛾子 生成的结果偶尔会有惊喜 如果你觉得这个工具值得一试 赶紧去玩玩看 留言告诉我 你最想测试什么样的AI工具 好了 这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别忘了点个赞 收藏这支影片 订阅频道 我会持续带来最新 最实用的AI工具评测 我们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